Hello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前几期视频啊,我做了一个这个,是吧 这是给我们家那位买的这个提拉紧致的一个美容仪 这个也是松下的旗舰的系列 然后我们家那位呢,前两天看了视频以后啊 跟我说我用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就我拍视频的时候,示范的时候是错误的 他跟我说的是这个电极在干脸上的时候是没有用处的 必须要放那个,就是什么,褶梨啊 必须要放褶梨,他配了一个褶梨 然后这个呢,是单独买的那个炉绘的 我自己用了一下,真的是效果挺不错的 或者说是怎么说呢 就你用的时候这个感觉是特别特别强烈的 好吧,然后呢,今天我把这个正确的方法呀 拍摄一下,是吧 免得呢,教了大家一个错误的这个使用方法啊 首先呢,看我把这个褶梨 给它淋到上头了 淋到上头呢,你不用用手来抹匀啊 直接把它开机,在脸上抹就可以了 这个EMS的强度呢 我直接反正是上到倒数第二级了 第四级,就是挺强的这个强度 温暖的感觉呢 我就把它开到了最高档啊 就是最热的这个感觉 这个最热的感觉大概就是30度左右啊 因为这个褶梨呢,你放到脸上是凉的 所以这个加热的功能正合适 我们就把它涂到脸上 拖到脸上 好,现在就开始了 大家能看到我的眼睛吗?已经开始在跳动了 哎,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这个感觉 你是必须要放这个褶梨的啊 它的这个电极才会起作用 哎,就你的整个脸 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导电材料 它都会刺激你的肌肉来进行跳动 大家能看到我的嘴唇也在跳吗? 啊,就这样一个跳动感 特别是它在这个脸部的这个法令纹的这个地方啊 哎,这个跳动感是非常强烈的 而且呢,这个用的用者离的时候啊 虽然你的这个脸部的这些肌肉都在跳啊 但是没有那种呃刺痛的感觉 哎,就是像有人在给你按摩一样 然后这个频率大家应该能看得到啊 它是三下四下快的一下 比较用力的 哎,就是它的那个放松收紧 然后一个强力收紧 看到了吧,我眼睛 哎,它这个感觉是蛮好的 而且它的一个流程啊 是呃,四分钟 就是一边脸四分钟 一边脸四分钟 整个流程是八分钟 你做完之后啊 第二天起来之后 你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的皮肤 哎,变得是更加紧致了 这个就是它松下宣称的 一次使用以后啊 就会有这个效果啊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呢 如果就是隔一天用一次 或者每天晚上你能用一次的话 我觉得这个肌肤的这个收紧的效果啊 呃,应该还是 呃,比较明显的啊 特别是你看 它这个电极是在这个位置啊 上次就贴近我脸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的眼部这些地方 它的肌肉都会跟着一起 啊,跳动 啊,然后我现在再加点褶利 把脸的另一边 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啊,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 啊,看 拍视频 虽然是业余拍摄啊 业余拍着玩 喜欢这些东西 但是 还是要秉持一个严谨的态度 是吧 把有效的呃,信息传递给各位 啊,这边也是 看到了吧 他这个跳动感,这个跳动感是蛮有韵律的啊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也不会有这种 哎,不舒适的感觉 特别是我们这些法令纹这些地方啊 还有就是眼角的这些皱纹的地方 平常我们 比较不容易运动到这个深层肌肉的地方啊 他这个 哎,电极的这个EMS的效果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挺不错的 特别是在这个地方按摩的时候,那个感觉还很好 而且这个 这个 呃,怎么讲,跟你接触皮肤的地方啊 他整体的一个发热都是非常非常均匀的 而且他非常贴合这个 脸部的这个轮廓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下巴 哎,他也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这个收缩的效果 特别是在这个下巴的地方啊 应该来说是比较敏感的皮肤啊 但是这个的话,他的这个跳动感也没有任何的刺痛 就是感觉你的这个 肌肉和皮肤啊是由内而外的 在进行非常有规律的这样 还有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呢 这个芦� coloca的这个应该,它的这个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反正用完之后的话 我,我用了两天,晚上用完之后我都没有洗脸 我就睡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着这个皮肤 确实是每一天都会比前一天要好一些 我还没有用它松下专配的这个折离 就只是用了这种最便宜的 这一瓶在15块钱 反正效果还蛮不错的 像这样的话 我们都可以拉伸一下这个脸部底下 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堆积这个脂肪的是吧 好吧 今天视频就是临时拍一个 我们家那位说你最好也重新拍一个视频 免得给别人带来一些误导 这就临时补一个视频 基本上就这样的 然后这个机器用完了之后 像我没有时间结束 时间结束之后它会自动停止的 我现在手动把它停掉 停掉以后 这个机器是可以全机身水洗的 全机身都可以水洗 你自己把这些凝胶给它洗干净 然后擦干就可以了 它是全机身防水的 所以说在浴室里面用的话 如果你家有浴缸的话 边泡澡边抹一下凝胶 进行一个护肤 也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皮肤在这种温热的情况下 它的整个的一个效果 用这个东西应该会更好 好吧 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补充的视频 对上一期的视频的一些错误的地方 进行一个更正 好吧 本期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